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评论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在国内沸沸扬扬的黎阳事件 黎阳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发酵 官方也一系列的行为 然后引起公众更广泛的关注 今天我们请到了黎阳在人大的一个校友 郭宝胜先生 现在是与美的专栈作家 郭先生你好 你好 欢迎参加我们的一个节目讨论 接近黎阳事件是沸沸扬扬 我们在海外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信息 您有关注黎阳事件也在海外 呼吁作为一个校友 特别关注这样的事件 为什么会引起您这样的一个兴趣呢 作为您来说 首先我们从校友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 有很多的疑点 还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 这个是在中国这样一种社会当中 校友发声 尤其是这些有社会背景的人的发声 对那个公平处理这个事情 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我们这些校友都愿意起来 为他这个发声 就这个事件来说有很多的一些疑点 你比方说他警方他一直说 他们接到群众举报去那个地方去查票账 但群众举报到底是谁 他知道现在他都没有告诉大家 在一个雷阳从家里出来 然后到这个那个洗脚房的时候呢 短短的就是十二分钟 就在那个洗脚房那一带的话 就十二分钟 但这个十二分钟 你去这个嫖妆是这个不可能的 这个十二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警方又说他的这个录像 都给弄坏了 还有那个视频都没带 这些很多的一些疑点 还有他这个处理这个事情 是带着一些协警 协警在中国的法律上是这样 没有制发权的 所以还有他这到底是怎么死的 警方他一直要掩盖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是嫖娼 他是什么带套打飞机 那些问题 但是警方他一直不能说清楚 他是怎么死的 像我们最近的发展 我们看到就是雷阳的妻子 发了一个给北京市检察院的 一个刑事困诉书 就是告这个唱片警方 告这个敦小口派出所 告这个叫辛勒瑞的 主要负责的这个警察 就是他们涉嫌这个故意伤害 在他在这个书里就讲了 雷阳这个身体很健康 他是在短短的这个不到 一个小时之内就被突然给死亡 所以他这个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我们人大的这个效用 都很想要明白 他怎么死的 所以那个人大教育发出一个呼吁信 他指出就是我们人都要有一个死得明白的权利 对对对 不仅要有一个生存的权利 要有一个死得明白 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个权利要有 这个大家都担心会成为这个下一个雷阳 现在流行一句话叫说 路过洗头房 小心乘雷阳 对吧 这一个他警察的这个 看到这个雷阳出来之后 说是那个 他神色慌张 就上去 就把他给抓住了 所以他觉得 要抓他的这个主要的依据是神色慌张 现在还流行一个段子说 走路神色莫慌张 警察抓嫖 不商量 没商量 就是你走路啊 神色都不能慌张 所以这个效用们也担心 我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雷阳 还有刚才我讲的 就是说 在中国这个社会的话 就是很多案子发生之后 得不到解决啊 小姐底层的访命啊 这个那个 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 社会背景啊 不强 所以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 你校友啊 来发出这个声音呢 也是对的 他因为他的这个社会关系 人大我们知道是 比成为这个中共第一党校 他给中共的这个体制啊 就中国的体制提供很多的政法的人才 新闻的人才 经济的人才 那很多这个系啊 实际上是比这个 北大比复旦还要强 那我是哲学系的 哲学系也是名年前嘛 我是哲学系九人级的 啊 还有那个新闻系啊 你看那个以前中央电视台的台长 也要是少光吧 就是这个人大 还有武冷系啊 新华社社长啊 这些好多都是这个 还有这个法院的院长 那个校阳也是人大的 就说人大作为中国一个知名的学府 他为社会提供了非常多的人才 然后这些人才呢 现在基本上在整个中国统治结构里面 自然的主要地位 对 然后社会影响力比较大 就是体制内的精英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人大的校友就代表了 体制内的精英 现在体制内的精英呢 他们都感到自己的安全有问题 他们都感到这个事情有一点 感到这个事情不公正 所以他们站出来要发声 而且企图呢 用他自己的这种社会关系 是会办形的来影响这个事情的 来以公正的态度来处理 OK 我们现在再捋一捋 这个黎阳事件爆发 我们现在公众都很清楚 他的事件是发生在5月7日晚上 对不对 对 大概在9点到10点 这样一个时间接口 对 然后黎阳的家属 他的太太 还有他父亲 知道这个黎阳死讯呢 应该是已经5月8日凌晨了 对不对 然后在5月8日当天 应该是最早是黎阳的同学 通过网络渠道 在一个知乎的一个平台上 对 发出了黎阳死亡的这个信息 然后提供了一些咨询 有利的咨询 然后迅速的这个事件 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 然后大家知道 现在国内最流行的就是微信 各种微信公众号 微信的朋友圈都在传这个事情 所以在几乎在一天之内 整个全中国迅速的知道 这样黎阳的一个事件 然后公众大量的一个质疑的出来 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当时的昌平警方 很快也做了一个回应 对 回应 包括他回去把那些 那个洗头房的一些工作人员 嫖客也好 或者那个按摩小姐也好 都抓回来 然后录了一个视频 然后试图在证明 黎阳的是嫖娼了 对 你们公众都在讲 就像你刚才讲人大一样 对不对 我对黎阳的描述是人大做事 毕业生对不对 那其实黎阳已经参加工作了 现在是一个环保领域的一个专业人士 在国自委下属的一个企划经济中心 这样好像是一个智库这样的机构 做一个专业人士 因为人大这个背景 然后吸引了可能更多的舆论的关注 对 但是这个昌明警方的回应很奇怪 他就规避自己的责任 一会儿摄像头坏了 一会儿他的拍摄视频也坏了 然后又手机坏了 反正就是找不到任何的证据 然后他说回去有所谓物证 物证是安全道做了一个DNA的检测 说是黎阳有嫖娼 然后洗头小姐在视频上也承认 然后说他帮他打的飞机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嫖娼的证据 但是大家知道 大家很怀疑 因为所有的能够做案的时间 也就十分钟 十分钟完整一系列的动作 这个可能性说实话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当天黎阳是要赶去 他不是实际很宽裕 他要去做什么事情去散步 他去接飞机 接飞机变成打 对啊 这个是舆论很难接受的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苍平警方一系列回应 在互联网上引起的另外一波 排山到海的一个更大的质疑 但是现在在这个怎么说 在博弈也好 或者在对理也好 苍平一直是很强硬 而且我们观察到就是说 北京市公安局 也还派了一些高层 他去当所在的一个 中小火派出所去视察 慰问 慰问 这是什么概念 在公众看来 这个就怎么说呢 那黎阳作为一个公民 他不管他的焦点 他已经不是说 我们公众在问他 他有没有嫖娼 而是为什么会死亡 对不对 那作为当事的昌明警方 你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嫌疑 你是过失杀人也好 或者是故意杀人也好 或者是谋杀也好 对不对 本来就是一个重大的嫌疑人 不但没有接受被调查 被隔离审查 反而上级的公安机关 反而去慰问 所以我觉得公众的观感 是非常不好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包括您在海外也呼吁 然后还有国内有一些 看到是七七七八级的校友 还有八八级的校友 对不对 都在呼吁 所以你刚才讲的另外一个背景 就是说这些校友 他一方面 他是作为一个校友 他一个自然的感情 另外一个他们所处的 可能也是一个 中产阶级这样一个概念 大家觉得本来生活也挺好的 很安稳 对不对 工作事业都挺顺利的 对不对 对社会国家还是比较满意 社会有些不足 不于仁义的地方 他可能能接受 对不对 但这是黎阳事件 可能对他们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触动 对不对 对 整体而言 整个社会群情激愤 对不对 每一篇我看了 我看了很多文章 包括自己也写了几篇 关于黎阳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就是说 黎阳 你的中产生活 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在互联网上转发 非常之大量 超过十万人次观看 所以大家会觉得 很有感触 就是说 我这次看了不光黎阳 看到的也是我 我自己很担心自己 变成下一个黎阳 或者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 目前在持续的发展 你知道像今天早上 有一个最新的 应该是昨天的 现在讲过 是昨天 最新的结果 因为他的一个律师 陈友希 律师他发现了一些 新的证据 然后黎阳的太太也在 直接向检察院去控告 你知道那个详细的 过程吗 对 因为他在这个事情当中 唱片警方一直在说谎 刚才陈友希 他揭露的是一个 他的手机的问题 因为当时 那个主办的警察 叫辛勇瑞 他是对着北京电视台 他就说 这个手机 他们抓人的时候 丢掉了 然后过了两三个小时 在地上找到了 但是这个 陈友希这个律师 后来发现 他们通过电信公司 发现这个电话 在这个十二点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 打过那个 附近的电话 这个是不容置于的 而且那个 肯定有人在解了索 对 苹果手间 解锁 所以他就说 当时在地上是不可能 在地上的话 他一打的话 有那个亮光 被人会发现 他那个小区里 还是很多人的 所以他这是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说法 他说谎的这个事情很多的 你比方说 他那个 他抓人的话 就说神色慌张 后来说是嫖娼 嫖娼的一句是 一个是那个 卖淫女 喜交女 自己的承认 他承认说打飞机 再一个是他说是 那个 避孕套里发现 他的这个精英的DNA 但是带套打飞机 就是 大家觉得这个是 太荒唐的一件事情 还有这个 人是怎么死的 他就说是 心脏病 对 完全经不起推销 经不起推销 还有这个 在电视台各种 媒体 让他们在 不断的一些造谣 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他在尽量的在这个压制这个事情的一个真相 我们必须把这个事情的真相要讲出来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一个是他说了很多的一些谎言 这个是他本身就牵涉到一个犯罪的问题 所以这个最新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雷扬的这个太太 他给北京市检察院 提了一个起诉书 等于是对于昌平那个公安分局 还有对这个 敦奥口派出所 要求立案审查 对 立案就是一个故意伤害罪啊 这个滥用职权罪啊 赌制罪啊 他提供了很多的一些 这个立案审查的一些理由 比方说就是说 你不是 这个 依法执行的 你一个是没穿这个警服啊 这个是没有充分的证据 他所谓的证据都是 事后的 通过人家的话来说的 而且你说那个 那个病人套里的那个 那个精子到底是DNA的检查 那些全都是警方事后说的 对 他完全可以 他没有证据的情况 他没有证据的程序 无端怀疑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法执法 在一个执法的那些 就是协警啊 协警他没有一个执法权 在这个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上 就是有一条规定 就是强制措施是由 公安机关或者是 国家安全局啊 那些检察院啊 来出面的 你协警不是这个 公监法机关的 他没有这个执法权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他是滥用了一个直权 再一个是这个 雷扬那个突然的死啊 后来他们的家属 对他的尸体看过两次已经 一个是当天晚上 他们整个家属 他的太太去看了 看来之后就是这个头上 很大很寻显的伤痕 身上都是有明显的一些伤痕 再一个是 他们要尸体解剖 肯定要损坏尸体嘛 尸体直播之前呢 他的母亲啊 太太都去了 去了之后就发现 不仅是这个头部 而且是这个男人的那个搞完呢 准大 男人的搞完 那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那个准大可能就是致命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涉嫌到一个故意伤害 甚至故意伤害 让人这个致死 这个罪行 再一个是 他们到处这个撒谎 到处在媒体上 那个做一些假的证据 一些串供啊 这些问题呢 他实际上也已经构成了这个毁坏证据啊 这些罪名 所以他们这个 他的太太来告 他这个律师要来告呢 我觉得这个还能看出这个事情呢 增下越来越明白 对 会明白 造出这个真正的责任 这边我回应一下 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北京市公安局的态度 对 但实际上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 公安局领导啊 这个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 就去这个敦销国派出所去慰望 对 而且呢 隔天他又在他的这个微博上 发了一个真经事 那个微博上 发了一个微博 题目就是这个 唱评公安 制法 公正制法 依法制法 底气十足 他觉得他是依法制法 底气十足啊 就完全来称 完全来为这个 背书啊 对 这个事情翻译什么 就是说 他这个公安系统呢 他容不得他 最下面的人 这个犯错 实际上在民主国家 在美国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 巴尔蒂摩 对对 去年 大概是2015年4月 发生了这样一个 类似的事件 类似的 就是警察暴力 导致一个黑人死亡了嘛 后来一个游刑啊 示威抗议之后 他那个警察也 这个盗签认错 也就被判刑啊 就是说 那这个下去之后 他其实对美国政府 也没有什么伤害 因为警察嘛 他肯定会犯错 犯错了 只要你承认错误 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也就OK了 但是现在这个 北京方这样 这个私挺 他的一个 对东小口派出所 这样一个警察 生成的一些协警啊 正是让人难以理解 你有水 错你没有必要遮掩的 对吧 而且你 东小口派出所 你自己承认错误 你自个解决 自己承担责任就完了 你北京市公安局 你再停 你自己是不是也连进去了 你要考虑自己的 要付的这个代价 所以这个事情 没有增加之前 你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应该保持中立 应该保持中立 不应该说的 对 这个可能跟中国特色有关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背景好像是 北京市公安局 在搞一个什么 所谓的春季平安 一个集中 集中治理的一个行动 专项都 对 专项一个打击行动 大家知道 其实在中国 比如抓嫖啊 抓赌啊 这个都是 司空见惯的 对 那可能是 全国比如几万个 机身派出所 他每年都可以 有无数次的这种 定期或者不定期的 这种抓嫖 抓赌的行动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是 很没有挑战的 很容易有输货的 而且抓到的人 一般都有 有行政罚款 或者拘留 或者怎么样 他有很多经济输益的 所以公众有理由 在怀疑就是说 黎阳 他是否嫖娼呀 或者没嫖娼也好 都是成为 就是说 在属候在门外面的 这些便衣警察也好 或者派出所警察也好 他们的一个盘中餐 对 他在抓这种 以借打击嫖娼行为 来捞自己的一个经济好处 是不是 有这样一个背景 那黎阳 他可能是没有嫖娼 对不对 然后因为他作为一个 大家知道他刚从学校出来 然后工作也比较体面 对不对 这种底层的社会经验 可能也比较少 输生气比较浓 然后他觉得 你又没有制服 对不对 你又没有出示证件 然后 我又是又没有嫖娼的话 我为什么要承认 对不对 他觉得可能是碰到假警察了 所以他们 昌平警方在后来地外说的 那个视频里面讲 黎阳在喊假警察 对不对 救命 对不对 对 他认为遇到了假警察 因为在中国这种假警察事情发生过没有 也发生过 对不对 所以当公民怎么办呢 他觉得受伤害可能是假警察 对不对 会出现很多事情 对不对 报警 没用 后来说是警察 有围观的群众打了110警察 警察也来了 发现他们是警察 然后还是放了 还是严生生的看着黎阳 那时候还没有死亡 对 被拉上另外一辆 是没有警察排到的 一个是叫 金杯车里面 然后最后送到医院 10点多钟说死亡 所以这种事情 一点多多 对不对 包括 对 警察的前后说的很多自己的话 是自相矛盾 对不对 越来越多 但是很奇怪 就是上级的公安机关 还在跟他辟书 对不对 这个是跟刚才讲的巴尔蒂摩 可能不一样 巴尔蒂摩的事情 2015年4月发生了 事情的起因是有点像 当时是那个黑人青年 尝了一把刀 因为当地的治安可能比较差 警察盯着他的时候 他有点神色慌张 可能跑了 警察上去追 追了扎了说他有武器 然后把他也是带到车上 但是肯定是有暴力行为 对不对 过当的暴力行为 可能私手怎么样 把那个人打死了 当时也没有怎么很好处理好 但是 这个事情也是引起了 整个巴尔蒂摩 或者乃至全美的一个黑人 设计了一个强烈的反对 对不对 但是认为 警察这种过度使用暴力 对不对 公众没有感觉安全感 是不是 所以爆发的在5月份 爆发了这个规模很大的一个 一个有媒体叫做巴尔蒂摩暴动 对不对 就是砸上了很多辆警车 对不对 然后毁化了很多财物 对不对 但是很奇怪 这个四个事情公众怒火发泄出来之后 包括那个马州的住长 马里兰州的住长 也出动了国民警卫队来维持秩序 对 但最后这些损失 最后是政府买单的 对对 并没有追究到 就是说抗议的人群 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现在过了一年 事情查证的知不知道 那当时的警察确实是承担 就会判了一个二级谋杀罪 罪名起诉 对不对 这是这样的过失 那时候美国它有一个 一个纠错的机制 因为那司法相对比较独立 比较公正 对不对 那警察执法权限是很大 但是你操作你的权限 做了你错事的时候 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一次 巴尔蒂摩这个事情 闹了这么大 对不对 公众也吸取教训 然后我相信巴尔蒂摩警方 也从这件事吸取教训 那对不对 以后不敢随便发生这样的事 另外还有一个是在纽约 大家知道一个华裔警察 叫梁彼得 我们中国观众可能 也非常熟悉这样的案子 对不对 因为他在巡逻的时候 误伤了一个黑人青年 那个警察可能 因为我们叫菜鸟警察 没有经验 对不对 可能心理素质表现 确实不好 然后误伤了这个 第一次在会审的时候 判断可能会比较重任 有点有罪 那我们包括美国 很多华人也上街去抗议 对不对 那美国抗议是这样的 一个很正常的文化 也是所有公民 有个表达自由 表达的一个权利 对不对 认为他是过世杀人 是有错 但是不应该是一个 严重的谋杀罪 对不对 最后经过第二次在审理 最后我们知道 好像是昨天开始 梁美德已经判了 是做社区劳动 承担他这样 应当承担了一个过错 对不对 这个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 你犯错 要承担责任 对不对 在法律框架下 或者在对不对 要承担责任 那中国不一样 像好好的好端端的一个理养 这么优秀的一个青年 对不对 无端端的 在一个小时这里就上命了 对 这是很离奇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到现在为止 都不知道当时的这五个叫便衣警察 因为没有穿衣服 是邪警医院还是正式警察医院 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他们现在怎么样 他们是不是现在还在家里吹大叫 还是说已经 甚至来美国旅游了 我们都不清楚 对不对 或者被风投去了 我们都完全不清楚 这个是完全不对等的 所以公众的愤怒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 包括我们现在美国 很多华人都很愤怒这件事情 我是媒体人 坚守梦想 不忘初心 我也是企业家 十年上海 亏斑见报 我是经济学者 研究趋势 洞悉未来 我也是时评人 剖析现实 绝不妥协 跨越太平洋 视角或许不同 我是秦伟平 我在美国华盛顿 为你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